太脏了 我身上 我这太脏了 哎呦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大树军的朋友 陈阳 当一位农民工 一位手受伤 而无法自己继续带时 大家会怎么做呢 我给你鞋吧 来 啊 哎呦 我这身上太脏了 我给你鞋吧 谢谢你啊 耽误的时间了 过来 哥 啊 不用 不用 你这么小我把你鞋上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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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身上太脏了 我身上太脏了 没事吧 来吧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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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急 我看你都不要急 我给你鞋上 哎呦 太麻烦了 怎么不是厚麻烦 你待会儿一走吧 这个脚踩那个脚 你就把你摔倒了 不是 不是 那个手怎么弄的 我手渴着了 几个鞋带就寄不了 看你收拾了 收拾啥了 谢谢你啊 怎么这么差这个鞋带 得记一下 我以前也不学过 真是大悟您身上了 谢谢啊 没事 我身上太脏了 收拖拖的 这样可以吗 谢谢 谁先上带 哎呦 我吃饭 喝到会儿一杯 你心里有人来帮我 没拆 没有什么心思 不谢谢你 哎呦 谢谢你 大悟您实践了 好 好 我先给你 对 好 我先给你 好 好 谢谢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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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太麻烦了 我身上太脏了 没事 没事 哎呦 行不行 不行 我帮你 我这身上太脏了 我这身上太脏了 哎呦 哎呦 你小朋友 啊 不用了 小朋友 不用了 真不用了 我身上太脏了 我这太脏了 哎呦 喂 刚放铁丝了 没啥事 喂 来 哎呦 不用 来 我帮你去 啊 真谢谢你啊 我干活了 你还在那儿包啊 不是 挺干的 你这个是顺手的顺手 你不容易嘛 要是手不得劲 我这个鞋子 它确实太难了 谢谢你啊 我再给你记一下 你这样就不开了 嗯 当我女士相 谁看的也会这样做 没事 太脏了 太脏了 我这身上 没事 就在脏着你 是建筑工人 你是不是建筑工人 啊 啊 你看 挺方荣啊 这你们也很辛苦 我真是谢谢你 没事 我又再见你 谢谢啊 我这 谢谢你啊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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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我们其实在拍一个暖心的短视频 对 是想看刚才那一幕 会不会有您这样的好心人去来帮助我这个受伤了 然后还比较脏了 农民工 特别感谢你啊 应该的 这是社会应该的吧 我觉得 没有这种职业的这种 你是什么职业我是什么职业 就是你是一个人 我也是一个人 就很简单 你这你没法弄 这种情话 谁都能塞好一把手的 是不是 这举手之劳嘛 自己都有孩子嘛 是不是 一好什么事 别人要帮他 咱做父母的也是感觉很谢谢人的高兴 我从来没有给任何人去低下头 去弯下腰去积我鞋带 包括我爱人怀孕的时候都没有 但是我看到你是一个人 然后穿衣服的时候 我感觉特别想帮助你